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阿拉 好我們這一集呢 來到了巨大生物生存的第十集 兩位樹了 終於兩位樹了 我們上一集呢 不要偷看 對就在說你 我們上一集呢 來到了這個村莊 透過地獄門 對然後地獄門在很高的地方在這裡 哇 我從這裡跳下來的耶 哇 我們現在呢要回去 那怎麼回去呢 我這邊地獄石大概還有 大概兩組都不到三組 所以呢我們要 對 我們要先鋪回去了 看看能不能到得了原來的地方 好先這樣吧 呃他也快下山了 好趕快來鋪吧 喔好接到了 喔呦 等等快晚上了 然後接到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村莊看不到了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走回去 然後把這個地獄門呢 先拆掉 然後拆掉之後呢 再跳下去村莊 之後再把地獄門 在村莊給補上去 填回去 這樣的話呢 比較好移動啊 就不用這麼搞了 好 欸不是這條路 好危險喔 走開 好 好 到了 然後我們呢 呃可以先 把這個地獄門拆掉了 那怎麼拆呢 就是這樣拆啊 好 現在先把它拆掉吧 好了都拆好了 好 好那我們現在呢 馬上繼續再跳下去第二次 然後呢 就可以在村莊裡面 開個地獄門了 好走吧 喔 好危險 在這裡遇到庫宮 到了 那這次下去呢 不再容易一點 那直接挖下去就好了 就是原本這個地方 不是填上來嗎 那直接用 對鎬把它挖下去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下去了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下去了 走囉 下面 超多怪的 我的天啊 還有安德兩隻 我的天啊 那怎麼辦 欸 我們 慢慢小心的下去 這裡有苦力 這裡有 女巫 還好他下去了 他下去了嗎 還好 這苦力怕太多隻了 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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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地獄門又關掉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我應該 我趕快趕快 我把這些東西先存進去好了 這是石鷹什麼的 這些雜物 好先這樣 趕快再過去 然後這次呢 趕快找路 我們到 原本 上一集 對上一集開的路 看看 能不能在那邊再開個地獄門 然後再造一個 好走吧 欸在這裡 好走吧走吧走吧 趕快趕快看 欸 地獄門還是開的 那也就是說 還是有作用了 我以為這地獄門會消失 那我們趕快先進去吧 走了走了 走 走 哇這次是在這地方 剛好連結到這道路上 只是方向是相反的 欸 欸還不錯 這樣的話 欸 還好這個地獄門還在 那一樣是把它打掉好了 對 我們要 多做點黑曜石 好下面的就不用了 因為很容易就是打不到 那黑曜石現在幾個了 27個我現在是在刷黑曜石的嗎 走趕快走了 繼續回去這個村莊了 還有現在白天了趕快趕快 好由於剛剛 剛剛挖到這裡了所以等於是好像 好像完全沒有 沒有辦法了 要再要再跳一次水了 忘記帶水桶了可惡 好這樣應該也是OK啦 好就這樣下去吧走吧 啊技術越越好了 好趕快我們來 先開地獄門好不好 現在這邊先鋪過來 有人在家嗎 沒有人 那就在這裡隨便開一個好了 好這裡好了 來吧 開地獄門 OK可以開了 開地獄門吧我的最後一個火焰彈 好 好了完工 好那現在呢剩下的就是把這些 欸 小麥啊這些泥土都把它挖走好了 好這已經成熟的 把它挖走 這是一個大工程 我們先慢慢的挖吧等到 嗯這邊先處理好之後呢 我們再看結果怎麼樣 好這邊有個問題就是 下面這一層的泥土呢 對如果直接這樣挖的話 容易掉下去虛空 然後這邊的高呢剛看的是三格 所以呢我們要非常小心的 從這裡先圍一個小圈圈 然後呢放水 但是因為只有三格 所以下面這裡只到這裡而已 所以再下去我就掉到虛空了 所以我目的只是要再延長一格而已 這樣的話呢才比較好放這個方塊 好試試看 這一個這一個這裡 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上來了 超行的 然後呢這個就可以安全的挖到它了 對目的是這樣而已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然後可以延伸過來 然後再慢慢的 把周邊的泥土再挖掉 這樣 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我們繼續吧 這整片泥土我也要了 好一組田間被我全部挖空了 再報告一下現在的成果吧 嗯 泥土已經有64 一組多了一組又27個泥土 哇其實還蠻多的耶 我後面也有這麼多個農田 1 2 3 4 目測5 6 7 7個 7個農田耶 那我們繼續呢 嗯 把它延伸過去 因為我這個高度呢 非常好拆泥土 就是剛剛這裡嘛 已經又往下挖一格了 所以直接連接過來的話呢 就可以看一下喔 這樣子 就可以直接從這裡拆了 那我的斧頭呢 先拆這個木頭 好我們是一樣呢 把這些種子呢 都搜刮完之後呢 然後這邊都鋪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成果怎麼樣 嗯看一下 我們的泥土已經有 五組 對剛好挖了五組 嗯後面那邊還有一些殘破不堪的 因為我覺得五組應該夠了啦 那剩下的再看看 然後其他的像這個種子 種子有兩組多 然後小麥也有五十一個 已經熟成的 那這個羊呢也沒問題了 好然後 天山蟲其實我不想帶 因為我覺得 家裡很多人 但是還是帶著好了 接下來 我們暫時先告一段落 我們先去找一下 這裡的村民 還有這裡如果有寶箱的話呢 是最好 好我們先連接起來 這些 好恐怖喔 周邊的道路 對我插了火把 因為我們有挖到晚上 然後不插火把會會閃過來 太恐怖了 那我們從這裡呢開始找 找看看 裡面有沒有存民 好這裡有存民 好走吧 嘿 你有什麼 屠夫 屠夫有什麼話 都是一些肉 肉類的 沒辦法 好那就算了 下一個 下一個是哪位 下一個很難過去 這邊有殭屍 這裡這裡 好這裡 好這裡 嗚 這 像 這 不過那個好像沒有 那個好像沒有 可以換的對不對 好像沒有任何可以換的東西 所以就還好 好 想不開是對的 好然後這個是殭屍 出來吧 掰掰 裡面有東西嗎 沒有 好 下一個 我不知道我地獄石夠不夠 欸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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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有一個 看你有什麼 又是屠夫 唉 好算了 下一個 先從這裡進去 先從這裡進去 好 感覺又是屠夫 真的 怎麼這裡都是屠夫啊 有事嗎 這一個 又是屠夫 建議射到屠 這是屠夫村莊嗎 喔這裡有個陽台 然後 欸 什麼都沒有 這裡可以連接過去耶 好我們從這裡連接過去好了 這裡 欸 沒人 上面有人嗎 都沒人 好吧算了 再找另外一個 好 有人嗎 好沒人 那接下來是這邊了 哇這邊很恐怖 有女巫 連過去 好 有人嗎 沒有這裡一個合成台 啊 目前都沒有找到想要的 來吧 出來出來 喔 騙 騙得出來嗎 騙不出來 啊 算了先把這邊衝突好了 我們去另外一邊 這裡好了 好這裡 沒人 一樣沒人 這裡呢 有人嗎 房間這麼大居然沒人 天啊 那現在 我都逛完了嗎 感覺好像都逛得差不多了耶 這個女巫這間還沒關過 但是 好像裡面也沒有村民對不對 好關起來 嗯 這樣的話好像這個村莊沒什麼作用耶 好像主要就是拿泥土而已 屠夫 對 剛剛那個看過的 有其他村莊嗎 欸這裡有這個 我看一下好了 有沒有什麼寶箱之類的 有岩漿 現在不缺岩漿啊 喔這裡有寶箱 鐵 喔太好了 那我要丟帶一些東西對不對 生羊肉 好三個都可以拿走了 喔太好了至少有寶箱 先穿起來好了 好 那剩下的呢 應該沒有了吧 這邊應該已經 喔這裡還有村莊 喔這裡走過了 好整個村莊被我逛遍了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呢 先這樣結束好了啦 我剩下的那個農田呢 再看看爸爸什麼帶回去 我們下一集呢再說囉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按讚喔 如果你想吃魚肉的頻道的話呢 別忘了訂閱我 然後按讚 小鈴鐺 那我們就 下一集見囉 掰掰 小鈴鐺 唔 石